好,又回到來了,我們講完很多機能上來,但是有關方面,或者可以說PS Vista 方面的製作人員,其實他對這部機有什麼介紹呢? 其實有關方面都有的,因為第一天大家會見到,可能日本方面都派了幾位PS Vista 的開發員,或者是製作方面的人員過來介紹,其實這部遊戲次實代我主機有什麼功能的,包括了可能說三位,秋山先生,田島先生等等, 但是當時他介紹的三個功能,某程度上我個人覺得比較奇怪,包括什麼呢?簡單一點說就是,他可以做一個搖廢控制,就是搖控這部PS 3,這個是正常的,因為大家都知道PS 3 和PS V的平台,和次世代的街機平台,都是相似的 但是呢,這個不算太特別,或者是理所當然的功能,但是另外一些功能呢,譬如說,他可以有不同類型的APP,譬如說,他有些社交軟件,譬如說Facebook, Twitter, Freak,各類型的東西,甚至看Nikon,都會做到的,這個正常,但是呢,他也都會有一些,譬如叫做其他功能, 那這些可能是比較女性市場,或者是周邊化,譬如說,鬧鐘,這個我就真的不太知道他想做什麼了 那個鬧鐘,其實,再說一說,其實都是那些,有些社交向的東西來的,那個鬧鐘所謂就是一個,什麼Party的地方呢,就是讓你可以叫醒其他人的樣子,那樣子 那你起身呢,就可以按小叫醒其他人,然後你起身呢,最快的時間,整個人起身,就不知道有獎杯 是的,即是你,你起個PSV account,不知道你那些獎杯有一個人鬧鐘 你的iPhone,實實有這幾個關係的 這個真的比較無奈,為什麼有一個這麼叫鬼的功能呢,那按下不表先 那另外一件事,他就說,譬如說,他有一個可能拍完照之後,可以畫圖,所以就可以加這些東西 畫圖之後,可能跟鄰近的人,再玩一下這個,蝙蝠圖最靚啊,或者選舉這些東西 那其實都會是一些社交向的功能,所以大家看到,其實,Sony一方面,一部次世代遊戲機 其實,他可以說,跳出一點點框框,或者說,他不只是一部遊戲機 他會跟相應,其實現在,很難美免的這些平板,電腦,或者是次世代的一些手機,去做一個,功能上的那些對比,或者比拼,做回相應的措施 他都說到,很著重,其實就是可以給這個分享,或者是社交方面,PSV 所以他才說,可能需要你3G,隨時隨時上網,隨時隨時做分享 那除此之外,其實第一日的都有另外一些,例如說,這個Uncharted,這個Golden Abyss的訪問 當然,他的製作人,Mr. Victor,他也親自來了 當然,他上台的方法都非常特別,大家都會知道,如果有玩Uncharted,大家都會知道 主角,那一份用的武器就是索根 所以Mr. Victor也是,在一陣子,大家,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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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戰 這個混戰之後,就拿著一支索根出來,b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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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一個危險故事,遊戲性質來說,可能有些攀爬動作,就可以運用到Touchmon和Touchpad 例如說,你點擊路線,或者你繪畫路線出來,就可以跟著來走 而且可以用來掃那條敵人,然後打他,勾打動作就會有 可以說,都是不同類型的,用回現有硬件上的功能 另外一個遊戲人,當然可以說是第一天的焦點所在,或者可以說是最值得看,或者是令人經典的部分 就是這個Street Fighter城鐵拳,就是街霸對鐵拳的製造人訪問 首先登場的就是這個鐵拳的製造人,這個袁聖雲先生 首先大家給的感覺就是,他是一個戴著墨鏡的鬍鬚大叔 這個東西不是貶熱,也不是貶熱,只是讓大家聽眾知道這個人的外表 即是銀魂裡面是誰 他不是有銀魂裡面的特質就不知道,認像回角色給他 認像回角色給大家看,他是一個戴墨鏡的流鬚 別這樣說,人家帥很多,聲比之下 他很有型的,難聽說他一個有頭髮帶墨鏡的蔡子強 一個有型的蔡子強,他應該比蔡先生高 他介紹方面可能展示了鐵拳方面的新的PV,或者其他方面怎樣去運用 當然也有跟周邊的大家圍繞的玩家玩遊戲 但問題來了,當他要送出這個紀念品的T-shirt的時候 就發現,為什麼T-shirt不是鐵拳的? 沒錯,T-shirt就是街霸成鐵拳 當然,之前也有說過一些,所以人物就出場了 就是Street Fighter,街霸系列的製造人 這個小野義德斯先生就上台了 但因為之前,鐵拳的原田先生已經說過 小野先生很喜歡整弓我 於是這次也是一個整弓活動 所以他們一上台,連合的連技做出來 就是毆打個MC 他先整弓主持 兩個人類似動武,最後連MC都打完 然後他們都很幽默,很搞笑 然後最好笑的是,小野先生說出香港隊的印象 我過去兩年前的AGS也有來 AGS給我的感情很深刻 為什麼呢? 因為我記得有一位空母很大的姐姐 令我覺得非常之深刻 於是令到滿台都是這個笑聲 亦都令到他翻譯非常尷尬 我們這裡有很多小朋友 我覺得其實有買東西跟他很合談 因為小野在整個訪問裡面 你不知說了奧牌多少次了? 我想超過五次 大家也會知道 因為這個街霸城鐵拳裡面 亦都有兩個新的可用角色 就是這個拖羅和什麼? 剛才是兩隻PS貓 或者簡單一點 所以有關的創作人 都穿著油道袍上去Course Over 但他一上去的後果就是 給他兩位抹衫 寫作吉祥物,獨作淫秀 企圖剝衫 然後他幫他摸一摸 然後就轉頭說 為什麼我們好像兩個變態大叔似的? 而是一輩子都真的 對 而是一輩子都回應他 其實不是很遲的 你們真的 可以看到這個歡樂度 大家都看到 兩位製造人都是一個同心未聞的人 不單是製造遊戲方面是認真 或者他們都有這個面子 做出一個互動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也會看到他會玩遊戲 後來就會說兩位比拚 例如說第一回合 拿著籃子 鬥擲球 誰能接得多球呢 就贏了 但問題大家會看到 鐵拳的袁鐵先生真的在接球 然後小姐先生 街霸的小姐先生 就在地下撿球 就不是接球 他是在地下撿球 然後到最後呢 就是這個COSPLAY 這個新角色飛鳥的 那位COSPLAYER 就把一大堆空前的球 就倒落 小姐先生的籃子 然後呢 小姐先生是要他再重複一次 做那個動作 那大家應該明白 大概他喜歡的含意 那第二回合的遊戲呢 也是類似的東西來的 第二回合的遊戲呢 就是一些古大電視遊戲 然後猜到最後呢 兩位製作人呢 就跟台下面的玩家去猜 但是猜呢 通常都是遊戲裡面的角色 但是呢 去到最後一回合 竟然大家 問鐵拳的袁鐵先生 抽到的猜的角色是誰呢 就是小姐先生自己 他拿了小姐先生 一幅畫稽的照片出來做 然後想 怎麼猜啊 於是呢 令到他相應那隊的台下觀眾 手中無措 是完全猜不到答案的 然後於是呢 街霸方面的小姐先生 就完成了鐵拳的袁田先生 於是呢 袁田先生就連敗兩局 於是就集結了一個大懲罰遊戲 就是 什麼呢 頸發 你說吧 就是女裝 對啦 變成這個女裝大叔 就是穿上這個 角色Lily的衣服 戴上這個金頭髮 脫了一條褲 穿了一條裙子 這個白色Lazy裙 嗯 但是他也都保持 他的騷擾 蜜鏡 這是一個蜜鏡大叔 蜜鏡是本體的 知道嗎 是啊 所以大家想知道照片是怎樣的呢 可以看看無雙那邊看看 或者大家去Nikon Nikon 因為在座 當時已經有台下人說 我們會上上Nikon Nikon 然後原延商的答法就是 我不用回日本了 我們也都立即看到這張這麼經典的 新式的update上Facebook 我們都有 對啦 不過那個低resolution版本 在第二天呢 我們已經up高resolution版本出來 沒錯 那我們可能第一天 這些這麼厲害的節目之後呢 最後補充一點 就是 在這個遊戲訪問的時候 大家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兩個遊戲 格鬥方面 一定有個平衡度 那小野先生 那怎麼去平衡呢 小野先生的答法就是 平衡? 我不管的 他給了一些角色我 我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當然啦 他也是開玩笑的 但是他發覺了一件事 就是說 香港呢 和國內的媒體呢 是不太會開玩笑的 於是呢 他就說了一件事 如果我說 我現在脫褲 你們會笑 我真的脫褲的啦 那結果大家於是 就 哈哈哈哈 為了暴異笑聲 去令他不要脫褲 我相信大家 都不用拍張脫褲 給大家看 大家都可以知道 小野先生 是挺活潑的一個人 哎呀 他真的浪費 對呀 大家錯過了 所以 下年的AGS 要再看看有什麼特別的人 如果見到小野這個名字 就一定要 嗯 要去了 沒錯 補充一點啦 Swiss Fighter 成鐵拳 另一個項目 就是鐵拳成Swiss Fighter 兩個互相關掉 小野都說到 其實他們兩個 就好像 互相交個兒子 給對方 去做一樣 所以我想他們風格上 都會跟回 例如 Swiss Fighter 成鐵拳 就跟回Swiss Fighter的風格 鐵拳成Swiss Fighter 就用鐵拳的風格 大家有玩格大遊戲 都知道 兩個遊戲的打法 是差很遠的 即是Swiss Fighter 2D 鐵拳是有少許3D 有可能前後腸可以 前後腸可以 LR轉身 對 所以 這方面可能特色所在 所以 我們說回 翌日的 但翌日的 亦都有相應的遊戲 譬如說 這個 基本上每年都會來香港 到聖誕的 Square Enix 的橋本真詩先生 所帶來的當然就是 Final Fantasy 13.2 即是 不是Nightning 變了梅雄 不好意思 是Sher 給了港幅 有關都會看到 它會有一些新的DLC 可以補充 但是 大家都可能懷疑 兩個遊戲 可能這麼相似 那又怎麼辦呢 其實 在訪問方面 其實他們 製作人方面 都已經回答了 就是 可能說 FF13 是比較在意 水晶方面 的世界 然後 FF13.2 是比較在乎 Sherah 個人的成長 於是 所以大家會看到 Nightning的氣氛是少了的 但是 為什麼Nightning 好像女性化 女性化一些 就不是因為 Nightning 她可能說 因為 角色要求 或者是玩家 的喜好 只是說 因為她要保護女神 所以看到可能 比較少了 剛強一面 或者 我們會去到 另外 11年的大作 已經是 光榮方面 3個 無雙Nightning 這個可以說 個人覺得 用到 Touchpad 最好的 遊戲 大家會看到 她用Touchpad 很激烈地按 滑 滑 滑 還有G-Sensor 其實她會用到 Touchpad G-Sensor 以及背面的 Touchpad 三樣東西都用完 也都 一貫以來 無雙的爽快度 一騎檔千 然後 一種 比較多元素的東西 亦都可以說 是另類的玩法 不過 有一點重點 可以說 因為 PSV 可以有三支Wi-Fi功能 所以 可以說她注重的 當然會有些少少 玩家的交流 或者是一些 連動的 網絡方面的東西 可以說 有別於過去三個無雙 大家躲在家裡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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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玩法 可以說有更加多變化 或者是更加連動 或者是 四人一起玩 就是那個Mode 創作記錄的 爭鬥模式 那類的 好像共鬥模式 不是爭鬥模式 很順暢的 畫面 我看到畫面是很順暢的 這個是比較 因為始終 PSV 是四核的 機種 所以 畫面的能力 一定是有差不多 最後 就是 Ultimate Marvel VS Capcom 這個 新妻梁太先生 也有 做回相應的介紹 也會看到 之前說過的 Gamma B 以及 Torra 即時表現 以及跟現場觀眾玩遊戲 有關方面 大概活動 差不多 或者兩位 有沒有補充 我想補充 首先 說回真煞無雙 因為真的有看過 其實 看完影片 玩的時候 說 iPhone 6 有玩過 就知道什麼 尤其是 尤其是 他們對戰 騎馬陣 一模一樣的界面 當然 他落馬 好像用橫斬 廢人 以及 點線 去偷襲 全龍 還有我 很喜歡他 用Touchpad 減快部分出招 可能要出招 按一連串 必殺 就是這樣 玩滑 多刺 拍拍 三角無雙 應該是很簡單的 通常都是三角和四方 當然亂按都能贏 但問題是 用了Touchpad 我覺得是挺讚的 因為之前我們 說過 PS3 前瞬間 會說過 有沒有遊戲做到 發揮到的功能 一出場就有 SUN 3 王生Lex 我覺得是挺讚的 說真的 用到Touchpad的遊戲 真的不多 第一批遊戲 已經有這隻 今天水族 補充 補充一點 我們剛才比較少 或者接近沒什麼說過的 Marvel 對CAPCON 這隻很棒 他也是有用到Touchpad 也有那個 按屏幕 你可以設定 四個角 四個角 是出邊招的 譬如說當時他展示了 阿龍 就是 增波波動拳 那些都不同的招數 可以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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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比較難按鍵的方法 可以說是 可以說是吸引一些 沒有那麼Hardcore user 或者是易入手 相對而言 也可以說 跟對手平牌 大家要知道 3DS方面 的DOA 是可以透過下面的螢幕 來出入招式 即使CAPCON 的SWITFIGHTER 也是用下面的螢幕 對啦 所以其實可以說 PSV做回到同類型的功能 但是我覺得 好像PSV的按鍵方法 比BDS更好 當然啦 Touchball方面 他的感應能力 一定比3DS的壓力螢幕 更好 因為那個壓力螢幕 你用身體的東西按下去 才會有反應 或者是 大概今天 都是去到這麼多先 因為 太精彩的東西 很難用言語 很詳細地表達出來的 但今天大家都想到 小野先生 加霸對鐵拳 兩位 自稱變態大叔的 兩位製造人 笑言變態大叔的 製造人 他裡面的精彩的 介紹 或者是他們兩位的互動 所以 大家想知道多些 可能都要看回 無雙方面的相片 或者可能 看我們後來 會不會後補一些 製造人訪問的錄音 那 今天暫時到這裡 好 拜拜 暫時到這裡 好 拜拜 我記得到這裡 拜拜